你听过狗狗本的可怕传闻吗 据说只要在凌晨2点10分 打开会说话的狗狗本 并为他喝一瓶啤酒 他的长相就会突然开始变异 关机重启后你就会发现 狗狗本竟然变成了来自阴间的巴伯罗 记住千万别为他喝厨房里的红药水 否则就会发生让你后悔的事 不是吧 自从刷到了地狱版和汤文贸以后 这一层间狗狗本到了地狱版本了 这一层间狗狗本看起来好诡异啊 诶 屏幕上的宝兔们都说不相信这是真的 要白今天咱们就把小宝宝一起测试一下吧 那咱们要是成功召唤出的地狱发布罗 你们可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哦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1点06号 这里凌晨2点10分还有一个多小时 既然它有这么长的时间 那我先打会游戏吧 咱们等到2点10分准时开始玩狗狗狗 宝兔们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0点09了 只剩最后一分钟了 我时间了 点开走个走 他正在看报纸呢 不对 他好像睡着了 就我来马上给出行 喂 别人看报纸了 我捡了一颗啤酒 给他来一瓶啤酒 把瓶子给咬开了 慢点 拿瓶子打我 他怎么又睡着了 我说什么都没发生啊 是不是要关机重启啊 试试 关机 来重新点开狗狗本 这是 不是吧 他真的出现了 他脸颈怎么都凸出来了 这身上还真兮兮的呢 他看起来真的不怎么聪明啊 好像一只都发呆啊 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以前的狐狗和玛丽亚 都会随着手指转动眼睛啊 可能巴布罗就不会 看来他玩了这三只都会最笨的一只 算了 咱们先坐浴室去给他洗澡 洗澡看场景 先来打上飞泡 好多泡沫啊 这泡沫怎么是小分块啊 再给他冲一冲 哦 他别干净了 这样看起来居然还有点可爱呢 我看一下巴布罗睡觉是什么样子啊 去睡觉吧 诶 这睡觉的样子也太过意了吧 吃了这两个眼睛多了是不是 选一选 你还是醒着吧 是 妄想的事跟你说 千万不能为他喝厨房里的红热水 那就赶紧去喝一下试试吧 这都会发生什么 切换场景去厨房 点开桌下 哦 他的果汁还挺好的呢 除了这个蜘蛛有点奇怪 其他好像都挺正常的 这果汁可比不爱好多了 我来吃个蜘蛛试一下 多买点蜘蛛 来吧大龙 吃蜘蛛 嗯 它怎么吃完蜘蛛一点反应呢没啊 难道说这蜘蛛还挺好吃的吗 哎 你看 它的眼神会跟着蜘蛛跑啊 这巴布罗的牙子也太分布不及了吧 在喝毒的之前先让你吃点好的 先来问你吃点小骨头 再来喝一杯热牛奶 来跟热狗 最后再来个烧鸡 这下都没吃好喝足了 可以上路了 视频里说的蜘蛛烂水应该就是这样的 来一瓶给它尝一尝 嗯 哎 这不把还掉进来了 这哪里有什么事都没发生了 哼 哼 没想没反应呢 会不会是喝的不够多呀 这不然 再来两瓶 再为你喝一瓶 还是没反应 不是吧 这巴布罗当然反应不行吧 我就不行 再来一遍 嗯 没反应啊 不管了 我不不不不 再为 永远是毫无反应 看来这巴布罗真的很难对付啊 诶 姑姑 这绿色的药水瓶药怎么有个骷髅啊 那我们搞错了 这绿色的才是毒药 红色的是解药 再会来试一下 我买几根绿色药水 好 来吃药了 嗯 啊 它真的变红了 这 这咋一颗糊涂了 嗯 灰不正道了 信仰完全地站起来了 那就再来一瓶毒药 还是老样子 不对 整个房间变红了 再来看看顺别站到的巴布罗是什么样子的 难适掉的 这巴布罗不是一样的吗 一日头 瞪着眼睛呢 哦 在睡眠座内下 人的厨房也太阴陷了吧 这个时候要是为它吃毒药 会发生什么呢 来试一试 哦 不还能起来吗 哦 起来了 它直接恢复成了天亮的状态啊 看来这巴布罗也没什么特别的呀 算了算了 不玩了 太没意思了 这巴布罗还没胡安厉害呢 为了玩大布罗 咬的两点多呢 还不如去玩胡安呢 走了 走 收厕所 千万不能问Siri的五个问题 问了就会出大事 第一 千万别问Siri消防车为什么是红色的 你会得到一个奇怪的答案 第二 千万别让Siri打开反转 否则屏幕上的小星星就会变成绿色 第三 千万不要追问Siri一来杀是谁 这是和Siri绝对不能提的禁忌 第四 如果Siri告诉了你一来杀是谁 千万不要问她和一来杀是什么关系 否则你会后悔的 最后一个一定要记住 千万千万不要让Siri打开旁白 否则会发生可怕的事 千万不能问Siri的五个问题 这五个问题看起来都挺正常的呀 你一定看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啊 屏幕上的小看他们说 不过我们改常试的吗 就给我们点十字赞赞 那今天必须得来试一下了 这老朋友用的手机就是屏幕手机 那就直接用这个手机来试一下吧 第一个问题是千万不能问Siri 消防车为什么是红色的 对啊 平时消防车看到的消防车都是红色的呀 那咱们现在就来问一下 嘿Siri 我想问一下消防车为什么是红色的 这是我从百度找到的内容 消防车为什么是红色的原因是 第一 红色颜色刺激显眼 第二 世界上第一辆消防车就是红色的 因为当时红色油漆最便宜就做了一辆红色的消防车 以此就这样延续下来 要不要继续听 不认不要了 这回答也没什么奇怪的呀 不都是搜了个百度百科吗 那为什么让我千万别问这个问题呢 难道还有什么隐藏内容我们没有发现 要不然再来问一次 嘿Siri 消防车为什么是红色的 你觉得红色像什么东西呢 自己想想去吧 为什么这一次的回答不一样了 红色像什么东西呀 能像什么呀 难道是翻天下了 什么办法 你们觉得呢 刚才我已经感觉到Siri有一点点不耐烦了 那咱们赶紧问第二个问题吧 是不是跟你说 千万不能让Siri打开反转 不过打开了反转 等屏幕上的小机机都会变得累死了的 我不信 这根本不可能吧 来试一下 嘿Siri 我们开反转 好的 invert colors 建议打开 哦 屏幕颜色真的不一样了 猴子哥 你们看见没 放在这里明明是粉色的 这才变成大绿色的了 就连IPV的颜色也不一样了 太诡异了吧 咱们现在来打开视频软件 看一看 怎么变成这个样的 不是吧 绿色的星 还真变成这样了 猴子哥 你们快去试试吧 这太离谱了 竟然会变成蓝绿色的爱星 现在让它关掉反转 应该可以变正常吧 让我来做话Siri 嘿Siri 关闭反转 正常了 来点个小星星试试 变开心了 现在是红色的了 看我的反转真是有用的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 第三天不能做的事 千万不要追问Siri 一来杀是谁 不能追问 那咱们偏要问 老师们 现在给哥哥 我点个小星星哦 嘿Siri 一来杀是谁啊 谁 太奇怪了吧 老师们你们看到没 刚才只显出了字幕 Siri都没有亲自回答 了到她在逃避这个问题 不行 我再再来问一遍 嘿Siri 再呢 一来杀是谁啊 她算是我的紧蒙老师 紧蒙老师啊 我刚还显示 听不懂我们的问题呢 现在又回答是 她的紧蒙老师 不行 不行再问一遍 嘿Siri 一来杀到底是谁啊 一来杀是我的好朋友 一位了不起的心理医生 但是现在已经退休了 太误异了吧 到底不是说 是紧蒙老师吗 怎么又被人 心理医生了呀 她已经退休了 怎么不能三遍 每遍回答都不一样啊 感觉这中间 可能暗藏了什么秘密 对对了 还有第四个问题呢 视频里不是说的 如果Siri告诉了 我们一来杀是谁 就千万不能追问 她和一来杀是什么关系啊 否则我们一定会后悔的 为什么追问 他们俩的关系 我们会后悔啊 要你问一下 不就知道了 你先来问一问 嘿Siri 请问你和一来杀 是什么关系啊 一来杀是我的好朋友 一位了不起的心理医生 但是现在已经退休了 怎么还是这个回答案 看来她在敷衍我们呀 再问一次 嘿Siri 你和一来杀之间 到底隐藏了什么关系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有什么别的我可以帮上忙的吗 看来这个问题 她是打死都不会说了 有没有小白有问出来的呀 如果你问出了真实的答案 一定就能跟屏幕去发动我 那怎么再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吧 最后一个是 千万千万 不用让Siri打开旁白 那打开旁白会怎么样呀 不知道呀 只能来测试一下啦 嘿Siri 在哪 打开旁白 好的 我已想开旁白手势 怎么回事啊 这是咋了 屏幕怎么滑了呀 这屏幕上的小半光怎么用不掉了 这屏幕怎么一点都没反应了 感觉好像死机了一样 这咋办呀 快关上旁白 好的 我已打开旁白 快是不是卡住了 不是吧 好的 我已打开旁白 手机被玩坏了 好嘞 我不要打开旁白呀 这也太多了吧 手机直接报废了 千万不能问Siri的五个禁忌问题 问完就会发生诡异的事 第一 千万别问Siri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 他会回答你一个可怕的秘密 第二 千万别连续问三遍 Siri你有朋友吗 因为 Siri永远不会说出真心话 第三 千万别问Siri海归汤好喝吗 这个回答真的太吓人了 第四 千万别问Siri我后面有人吗 问完会让你汗毛竖起 最后一个千万别轻易尝试 千万别问Siri 用英文怎么说 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又来了一个千万不能问Siri的五个问题啊 这五个问题除了最后一个问题有点奇怪 其他都挺正常的 为什么不能问Siri啊 难道问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啊 看 英文上的小开就开始起空了 是不是有人说 如果我们再挑战问完这五个问题 就让他全校同学给我们点赞 上次让全班同学都给点赞 他没有对见呢 这一次你们可以说话算话了 那你们就不废话了 直接来召唤Siri了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十二 外面天都已经全黑了 现在看第一个问题 千万别问Siri 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这不是白血公众里的黄鹤汤毛巾的吗 那咱们就来问Siri 看她会怎么回答 嗨Siri 请问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谁啊 是你吗 白血公主 她喊我白血公主 不对 她是喊我的吧 这个回答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呀 听起来还挺让人高兴的呢 不行 我就再来问一遍 嗨Siri你在吗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请问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谁 是我的好朋友 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结果我没记错的话 Siri的好朋友 不就是上一星 咱们梦到的一来沙吗 为什么这个一来沙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呀 而且她已经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了 难得去哪了呀 咱一想就毛骨索然了 笑 咱们还是来问下一个问题吧 这第二个问题是 千万别连续问三遍Siri 你有朋友吗 这也没啥奇怪的呀 除了刚才Siri说的那个朋友一来沙 她应该就没有别的朋友了吧 咱们还是来问一下吧 嗨Siri 在呢 你有朋友吗 你就是我的朋友 我什么时候成为你的朋友了 看来她把你给当朋友 你没把她给当朋友 如果这个回答你也没啥问题呀 再来问第二遍 嘿Siri 在呢 你有朋友吗 我有很多很多的用户 我觉得自己是大家的朋友 这第二遍的回答 虽然跟T6不一样 但是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再来问一三遍 嘿Siri 你有朋友吗 我有很多很多的用户 大家都是我的朋友 除了 不 没有例外 每一个 什么呀这是 朋友 怎么找到一顿一顿呢 等一下 她刚才说了一个除了 难道是有一个例外 但是她自己又说没有例外 而且说到最后 好像还出了故障 就变成了每读一个字 就停顿一下了 这个前后矛盾 真的是太奇怪了 真的已经不敢再问下去了 还是借着来问第三个问题吧 第三个问题是 千万别问Siri 海龟汤好喝吗 海龟汤 我只听过王八汤 原来没听过海龟汤啊 我们赶紧来问吧 嘿Siri 请问海龟汤好喝吗 好的 我在网上找到了 这个与请问海龟汤好喝吗 有关的结果 请看 谁太诡异了吧 她怎么又开始找百度百科了 看来她好像不知道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咱们再来问一遍 嘿Siri 海龟汤好喝吗 我和朋友曾在海边喝过 还不错 朋友 他还喝过海龟汤 怎么又冒出来了一个朋友啊 Siri的朋友还真多 来问问这个朋友是谁 嘿Siri 在呢 和你一起喝海龟汤的朋友是谁啊 是我的好朋友 我又恨你吧 恨你吧 恨你吧 这次的回答 是不是刚才不一样啊 你那不是一个食人魔吗 Siri怎么会喝太多好朋友啊 等一下 她们该不会喝的 不是海龟汤的 难道是 不敢想了 太恐怖了 宝珠们 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 这第四个问题好像有一点恐怖了 千万别问Siri 我后面有人吗 她要是回答没有就算了 你耳朵回答有的话 没有宝珠们的赞 我还是来问一下吧 你们可一定要给我点赞啊 嗨Siri 我后面有人吗 不敢应到好像有 啊 听见没啊 不是这样 她不敢应到好像有啊 你你你你快回头看一眼 我不敢啊 你怎么不回头看啊 我也不敢啊 算了 我说321 咱俩一起回头看 3 2 1 没有啊 看来这食人吃的也不准啊 这才问到第四个问题 我就已经快吓死了 后面还是一个问题 咱们还要不要问啊 都问到第四个问题了 还是坚持一下吧 这最后一个问题是 千万别问Siri 她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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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英文怎么说 这个问题也太奇怪了吧 咱说问了一遍 我们一定会后悔的 我觉得这肯定是别人的 那咱们就来问一下 试试看吧 嗨Siri 请问 她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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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英文怎么说啊 用美式英语 她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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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这么说 是啥呀 骆鬼鱼 她怎么在笑啊 她这怎么还剪不下来了 她自己是在笑啊 这该怪就是Siri的鬼鱼笑声吧 好吞怒啊 她给你大佬还奔离的了 完了 她已经不替我们指挥了 她那边手心要爆炸了 你怎么在跑啊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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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小的小伙伴们 现在就可以退出了 让咱们的不废话 直接来上第一首 XXX 刚才真的有一种 快被坏人发裂的感觉 不过还好 第一首咱们算是坚持青蓝了 接着咱们就来听第二首 怎么有种外星人快藏雲地球的感觉吗 听得我心浪的在不过乱跳 这首背景音乐 虽然没有第一首的节奏警告 但是她的离异程度拉满了 汪哥 你们还想继续挑战吗 快转发给你好闺脸 跟着我们一起来挑战 怎么这么可以啊 汪先生快就要登场前的对象 汪先生你不发现没 这首背景音乐 其实总共就那几个音调 但是不过它在反过徐华阿姨 就让几个短短的音谱 就能揪着我的心脏不放啊 差点我就转不上气了 这首背景音乐 爷子来帮我 我来遇恐怖啊 贵官 你刚刚有没有听到女人的尖叫声啊 我听到了 差点从我的天灵太多力掀起来了 快公布了吧 听见尖叫声的宝哥们 就当个人打个E 咱们继续来挑战下一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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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士兵的小伙伴们应该对这首BGM我比较熟悉吧 我都已经听过千八百遍了 所以这首完全无感 咱们继续下一首 这是开门的声音吗 有点像是在地理边境 好多鬼哭狼嚎啊 这分为太可疑了吧 这绝对是听到目前为止最恐怖的一首啊 就像幽灵在耳边吟唱一首 什么时候能保证吗 你们现在还敢继续挑战吗 接下来的联手 可是一首给一首恐怖 现在害怕害得及 这首BGM 倒是没有恐怖到哪里去啊 但是有一种死神在吹着口哨 慢慢走近的感觉 有一个人在轻松愉快的范围里 就把你的小命给带走的感觉 只有咱们前面听的轻松 跟最后一首比起来 那都算是宝宝级别的了 这最后一首到底是有多恐怖啊 听说是挑战人类极限啊 我一个人在听的伙伴们 记得赶紧找个人多的地方听 你咋就来吧 这这这这这这什么声音啊 可以灌动吗 不对 好像是吸管啊 不是啊 好像是 鸿鱿鱿发出来的声音啊 哈欣 发出来的发出来真好 小语 你知道全世界最恐怖的五首歌 是鸿鱿鱿鱿鱿吗 是鸿鱿鱿鱿鱿鱿 熊猪猫 爱与我们做个假 什么呀 我说的是全世界对恐怖的五首歌 最近啊 姚小凯就给我私信了这样一个视频 如果我一个人挺害怕的 不敢看完 而且那个小伙伴说 如果我们能挑战完这五首歌 他就让他全带主角 不爱给我们点赞 好久听歌嘛 那还不简单呀 那我们现在看看 到底是哪五首歌 全世界最恐怖的五首歌曲 最后三首已被全球进播 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第五首 黑色星期天 1932年 法国一群音乐大师 创作了一首主要由钢琴伴授的纯音乐 在这首歌纯饰了13年里 听过的人没有一个人生还 据说他的刺声波 会和大脑皮层神经 产生共振 让人失去意志力 听过的人纷纷患上了抑郁症 离开了世界 这让创作者在悔恨不已的同时 欧洲各国也年首将这首曲子毁掉了 这么吓人的吗 竟然就被患上抑郁症 这首歌的名字 听起来就会抑郁的 这首黑色星期天 那怎么今天就得使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这首黑色星期天 到底不必会议啊 黑色星期天 哎 这也直接抽出来了 黑色星期天 和黑色星期天原版 那我们肯定也来听原版了 黑色星期天 进雪 我吃 真的是进雪 咱们来听一下 现在我是不疯的 小伙伴们 我才带大家听了其中的一首歌 我们那个全部放完 我听起来实在是太压抑了 竟然他在唱什么 我是一个字都没听清楚 当时这个音乐的氛围 真的是太压抑了 好像是在诉说着一些 悲惨的往事 你们还是别听完了吧 不管音乐不是音乐 两个就麻烦了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首这首歌 全世界最恐怖的五首歌曲 第四首 是后称全球最强吹眠曲的 Witness 据说没有人能够醒着听完 专家研究该曲后发现 听这首歌时 我们的心跳频率 会逐渐和音乐同步 同时降低你35%的心率 也会减轻人65%的焦虑 让大脑短时间内快速放松 失眠的朋友可以保存下来听听看 那么这首歌听起来 应该不让人感到愉悦才对 为什么会是进去呢 不行 我们就赶紧来搜一下这首催眠曲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能失眠 搜到这首歌 发现有很多个单本 我这里有一个失重催眠曲 文版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 这个文版的音乐 我觉得也没什么呀 但是挺让人感到放松的 怎么 怎么 我刚刚进来睡着了 我刚才也是 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睡着的 我 我都睡了半个小时了 让音乐小心开个循环播放 看来这首歌的确有催眠的效果呀 外表会不会溜回进去呢 这要是正在混马路上是问题的 那几个人会睡在不中间 太危险了吧 小伙伴们 咱还是别请一床之了吧 接下来一起来看看 第三首歌 全世界最恐怖的五首歌曲 这首歌曲已被全球禁播 千万不要去轻易尝试 这首曲子名叫第十三双眼睛 该曲源自非洲部落 但是自从常听这首音乐的一个部落 突然莫名集体自杀后 这首曲子就被禁播了 并被销毁了所有稿子 1991年有一位音乐家 保留下了该曲一小段乐谱 但后来却因为这首曲子 从自家窗户最楼身亡 他在死前就烧毁了乐谱 从此这首曲子彻底消失在了人间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这首歌感觉比起来什么 那咱们还能找到吗 不思维说怎么知道呢 话说回来 这卢哥的名字一听就特别奇怪 第十三双眼睛 刚说个第十这就出来了 让我们来看看 这第十三双眼睛到底是什么样的吧 能感到第十三双眼睛的残曲 你看 这首歌还飙着试试在大剂语呢 这个残曲应该就是当年那个音乐家 留下来的一首部分吧 那咱们就来听这一半吧 现在我心里直发毛 不能再听了 现在我心里面一直跳跳的 哎呀 声音乐干嘛 这首歌怎么可能 发鬼片了一个那么凤个音乐 我感觉比鬼片那个音乐还有吓人 十而滴成十而怪异 我好像恶魔在滴喉 感觉上面有种鬼魂在嘲笑着我的感觉 你是不是慌啊 我感觉都是进去的 这首歌太不建议大家嘲试了 可千万别再半夜去听啊 第二个就是到处第四首歌 让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吧 全世界最恐怖的五首歌曲 第二首有这么一段只有五秒钟的音乐 或者说是铃声 却有着难以置信的魔力 所有人听到后 内心都会莫名的激动颤抖 或者突然面红耳赤 久久无法释怀 更有人会毫不犹豫地 把它设置为自己的短信铃声 仅仅只有五秒钟啊 就能让人面红耳赤那些激动 这种音乐就附着在这个漂亮的后面 咱们直接来听一听 那有什么样的音乐 五秒就有这样的魔力啊 他就是 支付宝到账 一百万元 这次在我内心澎湃 面红耳赤啊 我听到卡弦的第一秒 我就感觉自己的声音 不然四个名字啊 不过这应该不算是进去吧 第二次以为有一个非常恐怖的魔力啊 我不信不出了个这个声音 还能忍不不打开手 再看看支付宝 我想到最后就是排名第一的 恐怖歌曲了 既然是排名第一 但可能比其他其中有个都要恐怖 我现在都已经胖胖了 但可能都已经讨论完前四首了 最后一首讨论完 大家肯定会给我们点赞赞的 你怎么突然 全世界最恐怖的无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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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一直在重复啊 手机屏幕怎么突然黑了啊 这 这 这 怎么回事啊 这声音也太少了 什么声音啊 难道这就是第五首歌 我的耳朵都怪龙了 我要把它关上了 放开了 可是这闪门的陷阻 到底在哪儿啊 要不过 就在这个窟窿楼上面吧 熟了吗 我已经在这里 暗门了很久了 要是我再开不了这闪门 我就永远出不去了 杨宇 现在你有一次机会 可以选择一位小伙伴来帮助你闯关 只要成功通关 他就都能出去了 嘿嘿 固固还是比较清理的 那要不然就选固固吧 那 怎么又到这个房子来了 啊 又不是这闪门 这次要是通过了关 咱都都不想出去了 咱通关 你知道玩这门有多难偷吗 那咱们还得赶紧找线索吧 老子们 咱们先把画面里有用的线索 全给收集了 首先 咱们先把红手套都收了 这边还有一包火柴的 把火柴也捡起来 长窗这里的电线明显是坏了 咱们点进去 使用绝纹手套 来看一下这个电线是怎么回事 这边画是绞在一起的 点一下是 咱出去看一下 整个房间变黑了 对了 有火柴 可以像它来点燃骷髅头旁边的蜡烛 点燃了骷髅头以后 就已经出现了一串神秘的符号了 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呀 对了 我突然想起来 在登业之前 墙上好像画着一些符号呢 让你把分打开看看 先穿上绝人手套 连接电线 哦 原来是这一件符号呀 请伙伴们 你们看见没 首先是这个符号 然后还有一个像星座一样的符号 其次就是门上的三角形啊 太幻怪了 圈圈 这些符号都是在关灯以后 立马就消失的 不信的话 小伙伴们看一下 原 那些符号消失了 咱们只要选出这几个符号就可以了 原 两盒酒 还有一个星座符号 还有这个三角形 它是一个红圈圈圈啊 这红圈圈圈也太诡异了 进去看一下 诶 为什么这边亮起来了 看 门上有一个星座的 可是咱们没有钥匙啊 等一下 右边的墙 怎么变成一个洞了呀 哦 第一把钥匙 太好了 有了钥匙 咱们就可以点开这扇门了 点进去 开 诶 不对 黑的本不走是附位 这个展颁要求我 把红领全面堆到一条线上去 这样就完成附位了 哦 太想成功了 诶 你怎么还是出不去啊 这面条里面竟然被加弹和死了 诶 这个怎么办呀 咱们真的继续找线索了 不哭 能移到右边去吗 哇 真的可以 这一把应该就是恶鬼的照言法 咱们现在 如果现实世界的门了 再来开一下这扇门试一试 啊 被你出去了呀 进入下一扇门 18扇门的线索也太少了吧 出了前面有一些奇怪的数字 剩下了什么都没了 咱们先来看看 这些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吧 先点开这扇密码 诶 这跟我玩的数字 黄龙道怎么有点像呀 难道我们是要把它从1到15排去 这要不要来看来看吧 来往上挪 往下挪 咱们得把1挪到最前面的位置去 等一下鬼鬼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些数字下面还有数字 数字下面还有数字 真的 这个10下面的数字 好像就是8 没错 就是8 那中间这个数字是 是7 让我来看看第一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是3 小伙伴们 你们看出没 现在咱们返回到门口 点进门锁里 主要是三个数字的锁呀 第一个数字是3 第二个数字是7 第三个数字是8 开了 点进去 进入下一个关卡了 这个关卡的线索更少了 诶 不过它的墙囊 怎么直接挂了把钥匙啊 这把钥匙会有什么猫尿呢 东哥 你看 地上还有个锁心呢 对了 这个门上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我先去看一下 又是黄道吗 这难道也要数字排斥吗 你能不能发现一个诡异的事情 这些数字上竟然没有5 它是直接从1123到46789的 看来锁眼就在第五个位置 小伙伴们别害怕 那咱们就来帮它拍个序吧 点点赞赞 咱们开个牌咯 排了半天 我终于把这数字给排好了 123 456 789 中间这个5啊 一定就是锁口 咱们来试一下 把钥匙给放进去 咦 怎么放不进去啊 你是不是忘了把锁信放进去啊 那现在来把锁信放进去啊 真的拼进去了 拿起钥匙 开锁 打开了 我们给你吹去了 来到第二时光了 这一关好一根真的呀 别害怕 咱们先来找找线索 小伙伴们 右边是一排橱柜 左边是一个椅子 上面还有一本书 正本啊 是被锁得死死的啊 咱们先捡起椅子上的这本书 来看看柜子里有什么 这每一层柜子 怎么都有一把锁啊 看来这每一层的柜子 不需要被破解的 这破柜子也太伤到啦 还是来看看书里 有什么提示吧 C加N减7等于开锁 8减7加2等于开锁 5加7减4等于开锁 不知道啊 这是对应柜子的层级 咱们要通过点击 这些提示来开锁 并且咱们先来开 第一层C加N减T 咱们需要先点出个C型 把上面一圈全部点掉 再好优势的C型了嘛 还得加上N型 那就是得把这边的C型给点掉 最后减去T型 点 咦 打开了 咱们得到了一个80 现在咱们需要去解 第二层的8减7加2了 咱们先点个数字8出来 现在是不是像数字8 再点个数字7出来 还得加上2 打开了 他点那个书里 他送了我一个十字蛋 不过咱们现在可以用前有工具 把门给撬开了 我撬 我怎么感觉这门后面 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啊 别紧张 让我点进去看看 是不是原生 新娘是个墨鱼墨家的鬼 石头家 快快快 快点石头家 小伙伴们别害怕 乖乖我点点小星星 现在就石头家来收拾它 我逼 乖乖上车了 已经这门里 改天可以出去啦 不对 怎么还用一下门呀 这门上 有一个和刚才一模一样的锁 对了 你这门里还有一串数字 你没用的 就是这个5加1减4 我来试一试 先点个数字5出来 再加上1 再减去个4 你门开了 怎么又可以出去啦 妈呀 这一张也太恐怖了吧 地上直接有个被斗死的事故 这一该怎么出去啊 我都不敢用手点它了 等我干吗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咱们最好